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靜靜奔向 到最深的地方 願你的聲音 凝靜溫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相当的难得 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相当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我们请到的是李静慧 静慧要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他的家国四部群 是 我们看了他的面包情人以后其实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那么其实是靠着很多的外劳在这里辛苦的工作 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事实上是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困境 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群这样辛苦工作的朋友们 也谢谢静慧为我们带来这部纪录片 谢谢静慧 如果有钱还没有保险 就没有保险 在家里里变得很少 有些不少保险的ate子 我们在哲学中间的教堂 他们说 你不帮助你家团包 只帮助你 nuc 让它不会保险 跟我们谈谈这部纪录片的这个姻缘 是你的这个家国四部曲 也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 家庭故事里面开始的 所以跟我们谈谈这个姻缘 其实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申请到了美国纽约 要去念电影硕士的课程 可是当我正打算要出国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其实我外婆卧床卧病 然后开始回想到七岁之前 在我的美好的童年 他们给我的照顾 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机会 好好的去为我的外婆外公停留来照顾他们 所以后来我就放弃的到国外去念电影硕士课程 那我在国内念台南艺术大学的纪录片研究所 所以我就开始拍了这个家国四部曲的系列 第一部加在何方就是我的外公外婆 外婆先被送到安养院的故事 然后其实结局是我的外公也被送到安养院 所以我经常到安养院来探望我的外公外婆 所以慢慢的我变成那个安养院很多人的孙女 对因为认识很多的长辈 那我就发现很多动人的故事 所以从家在何方开始我就拍了第二部阿嬷的练歌 第三部思念之城 第四部就是最新的作品 面包情人Money and Honey 就是我的视角开始扩大了 我记录一群来自菲律宾的母亲 我称呼他们叫菲妈 那他们其实也是为了照顾他们的家人 让孩子让丈夫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来到台湾照顾台湾的老人家 所以在这个安养院的空间 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思念的空间 你知道吗 这群跨海来台湾工作的这些菲妈们 一定非常想家 然后被送到安养院的这些老人家 其实也非常想家 所以面包情人就非常动人的描述了 这两群都想家的人在安养院的空间 你可以想象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言语不同 鸡同鸭讲 然后这群菲妈们 其实非常有演戏天分 他们就会透过肢体语言 然后跟老人家沟通 比如说无聊的午后 会跳跳舞娱乐老人家 很像我们讲的这个彩衣于亲 或是想家想风了 就会把自己躲到行李箱 然后希望有这个免费的机票 把他们带回家 那还有就是你会看到 他们跟老人之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所产生非常动人的感情 为什么你哭我妈 你感觉 因为你失去家庭 然后老人也失去家庭 然后老人也失去家庭 他们感觉 他们感觉 你已经在家庭 然后你感觉 你感觉 你感觉 怎么办啊 巧克力 要不要 要 来 进来啊 你来跟谁去家庭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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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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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這個 怎麼辦 這個 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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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情人 你拍攝長達13年時間 你才 把刀告一段落 然後把它 讓它能夠真正的 讓大家看到 你可以談說 你為什麼要花13年時間 你中間有沒有 覺得說 差不多了 我可以 可以要完成了 那怎麼樣會延續到 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麼長度 麵包情人 我覺得它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台灣電影史 真的是用最長的時間 完成的一部電影 當初其實我並沒有想到說 要用13年時間 來完成這部電影 那我覺得其實 這樣的一個故事跟題材 如果能夠用比較長的時間 來記錄 你會看到人生的變遷 你會看到 我們常常說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那比如說像 Baby一開始 我之前認識她的時候 她有兩個小孩 一位是3歲 一位是6歲 可是歷經13年之後 他們一位就是升上高中 一位是大學生 你會看到說 他們跟母親的關係 那個變化 比如說 剛開始孩子們離開母親 你可以想 三歲跟六歲 一定是非常的捨不得 他們說 在電影裡面 他們說 其實我們非常不希望 媽媽離開我們 因為我記得 媽媽離開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直拉著媽媽 不希望媽媽離開 可是 媽媽離開我們 也是為了生活 好像你看到 菲律賓這個國家的孩子 好像比較早熟 可是當媽媽在國外 在台灣工作多年之後 他們好像慢慢也把媽媽 媽媽好像變成一個聖誕老婆婆 就是經常寄錢回家 然後他們也會更加的依賴媽媽 可是孩子們是不是可以體會 母親的辛苦呢 可能就不盡然 所以這部電影 我覺得它會觸動我們很多台灣人的心情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的父母 也是為了孩子 非常努力的工作 甚至我們現在很多的台商 或是我們有一些朋友 必須離開家人到國外工作 其實看麵包前的這部電影 你也會觸動到自己的心情 是 我們講到這一群離鄉背景的菲律賓 勞動的朋友來到台灣 台灣有240萬的這個銀髮組 需要被照顧 是 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我們沒有看這個紀錄片 你也是第一部片子 是深入安養院 去看到這一些老人 他們的這種行動是如此不方便 然後和這個勞工朋友們 一起在這個工作 你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他們的這個工作的辛苦 你們在這個影片當中 花了很多的篇幅 去看到那個非常辛苦的部分 你可以跟我們談談那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些跨國移工 這些外籍的勞工朋友們 他們所做的工作 很多都是我們台灣人 比較不願意做的工作 是 比如說在工廠 在做我們十大建設的建築工人 那在家裡面當幫傭 或是在安養院照顧老人 其實他們幾乎有很多是全年無休的 你在禮拜天可以在街頭 看到的這些外籍朋友 這些勞工朋友 這些移工朋友 其實都是比較幸運的 其實都是比較幸運的了 有更多的人他們是 就在家中 24小時必須像 stand by 然後在安養院的這些 這些看護朋友們 其實一個人要照顧十多個老人 可是他們因為沒有辦法 很自由的轉換故事 所以他們真的是發揮他們任性 就是去承擔 然後也去苦中作樂 然後很有在這麼辛苦的工作當中 你還能夠享受 我覺得這是很困難 那我的電影裡面有一首詩 我用了這些國際移工們所寫的詩 穿插在我的電影當中 有一首詩叫做《鐘》 他說鐘滴答滴答不停的響 然後這個鐘聲何時能夠停止 何時我能夠見到我所愛的孩子 何時我能夠回到我所愛的親人的身邊 我覺得這個鐘好像就在描述他們那個工作的狀態 像鐘不停不停的擺動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這麼辛苦的工作當中 我覺得他們還能夠去用很多的愛 去照顧這些長輩 我覺得這是很讓我覺得珍貴的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講到他們跟老人從一開始陌生了 慢慢產生這個相濡以沫的感情 在電影當中有一幕就是 當他們完成台灣的合約 即將要回到菲律賓 當中的一個老奶奶 她平常都幾乎不會言語的 可是那天突然好像醒過來 她就揮著她的手 然後跟這個即將離開的 Baby跟蘿莉塔 就跟他們說不要走不要走 然後家屬就泛紅的這個眼淚 就說以後是不是我還可以遇到這麼好的人 來照顧我的先生 那我覺得說不一定每一個 每一個我們接觸的這些國際移工朋友 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可是我覺得絕大部分 應該是真的付出他們很多的心力 在照顧我們台灣家庭的需要 你們去後 sug快樂 分開外型 一家政主嗎 ,でき LLC 各家 may跟他們一起把 優勞用於計努力 合相養 我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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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你会哭 你会有八年多 我会哭 如果我会干准 是关键 我不认为 不认为 不认为 你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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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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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说 你就是用 Money and Honey 这个面包情人 这样一个主题 其实有点出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 为了金钱 来这边工作 但是是为了 他们远在 菲律宾的家里面 的先生 以及小孩 他们要上学 可是他们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挣扎 到底 最后的结果 他觉得他没有来这边赚钱的话 也许 就像你讲的就是 他的情人最后也都没有办法生存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 好像也不是如他们所愿 可以谈谈整个这个 这个 Money and Honey 面包跟情人 其实我会把这个片名曲 做面包情人 或是 Money and Honey 我得到了一个灵感 是菲律宾有一首 一首歌 Joke Song 就是他们开玩笑 我唱的歌 他们唱 No Money No Honey 没钱 好像就没情人 可是其实对于这些飞妈来讲 他们来台湾 赚这个面包 赚 Money 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享受 对 你知道亚洲的母亲 或是全世界母亲 都有一种母亲的天职 他们就是在给予 在奉献 在付出 为了孩子能够完成大雪业 为了家中有一个可以栖身的房子 这些母亲一直的付出 但是这个Money and Honey 面包情人这部电影 你就会看到说他们为爱 为Money 其实也为了情人 为了Honey所付出的代价 可能那个分离之苦 或是可能家人有时候 也习惯了他们的付出 甚至是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的付出 所以我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手法 就是我好像变成想要传递爱的天使 我就把他们在台湾工作的这个 辛苦的这种状态 我拍下来 然后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经常回家 然后我就到菲律宾播放给他们家人看 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放映 能够让他们的家人珍惜 这些在台湾工作的他们亲人的辛苦 那同样的我也会拍摄 他们在菲律宾的家人的影像 然后带回来给 就是主角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萤幕这个是Lolita 是我们电影的主角 那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在看着 他的先生的这个影像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先生看 看来还蛮健康的 可是过一段时间就生病了 所以当他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他真的很想要回家 真的很想要回家来看他的先生 可是不管如何他还是要压抑他的情绪 然后在那样的工作里面 继续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当他真的你知道他完成合约 要回去台湾的那一幕 他一方面是跟真是百感交集 一方面很舍不得台湾的这个老人家 一方面他又其实很开心 终于可以回到这个他所思念的这个故乡 所以真的是我们会看到人性很美的部分 人类最珍贵的其实就是那个情感 我还蛮特别要感动的就是说 后来因为他的孩子在念完大学以后 其实有一些是无所事事的 但是因为看到你的影片以后 他发现原来他母亲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这么辛苦 那么可能他们一般的人 可能找不到工作就很无所谓 真的是无所事事 但是因为有了你的这个影片 他们开始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就开始去找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 向你致敬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影片量的确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除了是一位导演在拍这部电影 其实我也是他们的朋友 我在想说这个过程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更多 不只是完成一部好的电影 所以比如说我会放映双方的影像 给他们看 然后甚至是像比如说 小孩他在经历母亲过世 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家的时候 我能够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朋友 邀请他到我的故乡 我是南投人 那当他一到我的故乡 然后在那个竹林里面 森林里面的时候 他真的好像那个难过的情绪 就宣泄而出 然后失落了母亲 那样的一个哀痛 可是你看他们 离开了不只是自己的孩子 跟他们的丈夫 他们也离开他们的长者 他们的父亲跟母亲 但是在台湾照顾我们的长辈 所以其实我从这样的一群朋友身上 我学习了非常的多 特别是同样的一个女性 我真的是要对这些女性致意 那其实这个Lonita 就是说她开始在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孩子 让我的丈夫 也负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 其实或许是不是我不应该再出国了 我应该让我们全家共同努力 我想回到我们台湾的社会 其实有很多的父母 也是觉得那个爱 就是一直给一直给 给孩子们最好的 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一直给 给孩子最好的 其实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 爱他们的方式呢 其实是这部电影 在三年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最大的学习 就是去思考一个母亲的角色 除了传统的母职的给予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可能要转换一点角色 一点态度 让全家人一起来努力 我的妈妈发生了 但是我不能做任何事 因为我决定了 我只是哭了 我只是哭了 现在是六年了 现在是六年了 之前我们还想到 我可以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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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告诉他们 像Baby他來到台灣六年的時間裡面 因為他的母親的過世 然後他進入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悲傷 你邀請他到南投的老家 然後為他申請的那一天的假期 是他六年來唯一的一天的假期 除了這個之外 他就是每天不是不斷的工作 超時工作 工作睡覺 工作睡覺 而且他的這個工作是照顧老人那個身體 他們是不能動的 那個把他整個抱起來 然後去二十四小時的去照顧他們 他們摔跤這些 都有很大的身體跟心理上的這些負擔 那他們這六年當中 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面 他沒有去拜訪過台灣任何一個景點 都在安養月當中度過 他出來他可能到晚上都還出來在這個走廊 在這個陽台上面掃地 他說你為什麼到這個晚上還要來掃地 他說他只是想出來看看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讓我覺得 就是這部片子的這個價值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你看到一個女人她可以為愛 她覺得她什麼都可以付出 什麼都可以承擔 然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可能家裡面人並不了解她這份心情 你有什麼樣的感觸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對於我們每個人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都 我覺得這是一個講家夢想跟愛的一部電影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擁有一個完美的家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夢想想要去實踐 然後我們每個人也有一份愛想要付出給我們所愛的人 但是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 怎麼選擇 是最有智慧或是最聰明的 可能這部電影或許沒有辦法給你答案 可是我覺得這部電影會像一扇窗 會像一面鏡子 會像一面一座橋 讓你對於你的你的家 你的夢想跟愛 我覺得得到一些啟發 當您到這個菲律賓去做更深入的一些這個紀錄之後 記得他們就跟您說 你到老的時候要記得要到菲律賓來 然後讓我們來照顧你 他真的是對你有相當深的感情還有感謝 你聽到這個話之後 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都要哭了 因為我可能在台灣還沒有遇到一個人 沒有像你們那麼幸運 你就說 可能老了那個相依為命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你看我在台灣都還沒有找到一個人跟我說 老的時候你別擔心 你變成很醜的老太婆 還是會很愛你還是會照顧你 可是卻是像一個跨國的一個友誼跟情誼 我聽得真的很感動 因為其實菲律賓他們是一個非常重視 家庭跟友誼的一個民族 很像我們台灣比較早期的這個農村社會 我覺得他們還是保有這樣一個美好的性格 我覺得當我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覺得我今生已經沒有遺憾了 你知道嗎 很多觀眾朋友最近因為在做電影宣傳 十月五號要上映嗎 很多人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說 導演你辛苦了 就覺得好像我很苦喔 十三年拍這部電影 可是我要說我是一位幸福的人 我真的非常幸福 我怎麼有這麼好的機會 台灣的這麼多老人 這群國外的朋友 他們可以那麼的信任我 那麼的愛我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 所以幸福的人有一個義務 就是要去把這部電影 他所要傳遞的愛更多的分享出去 是是是 我們要非常謝謝晉慧來到節目當中 來介紹您的這個家國四部曲 麵包情人 這部片子真的相當的感人 裡面看到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故事 在安養院 有時候看到某一個老人 你會覺得那個好像我爸爸 看到某一個老人 好像我好像媽媽 那以後你也很可能就是成為這樣子的一個 大部分的意願 是 對 所以我覺得你講到了這一份 跟這個不可思議的這一份情感姻緣 這樣子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非常謝謝晉慧 希望下次有機會 有作品的時候再到大地上來吧 是 謝謝 感謝姻緣小聚 感謝 感謝 謝謝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了 我們要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更要感謝的是潘導播 於大地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 姻緣小聚 我們下次再聚乾